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我想就稳增长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增长目标 谈一点想法 二十大提出的一个合金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 其量化的增长指标是到2035年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 到2035年 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还需要上三个大的台阶 第一个台阶就是人均收入达到13200美元 成为高收入国家 第二个台阶就是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左右 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第三个台阶 人均收入达到3到4万美元 平均应该是3.5万美元左右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 那么2021年呢 我国的人均GDP 达到了1万2500美元 已经非常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 因为2020年的时候这个标准是12,696美元 到去年呢 实际上已经升到了 提到了13200美元 它大概每年是要提这个4%左右 所以这个目标实在是一直往上走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到2035年 要达到3到4万美元的这样一个人均收入水平 意味着在这期间 人均收入水平要翻1.5到2翻 按限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取决于三个变量 一个呢 就是实际增速 第二个呢 是名义和实际增速之差 或者我们通俗的说呢 就是国内通胀水平 或者讲呢 GDP的评检指数 第三个变量呢 就是汇率的变动 那么我们经过测算 就这一时期 平均实际增速 不低于4.7 或者更高 才能够翻一番 从潜在增长率看 达到这一增速 如果不是不可能 难度也相当大 即便实现了 翻一番 也就是2万多美元 距离3到4万美元 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那么这么一说呢 是不是说中国 就不能躋身于 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了 那么假定 这一时期通胀水平相对稳定 比如说2%左右 那么剩下呢 我们就是要重点关注 汇率的变化 我们的研究团队呢 有一个初步的测算 根据那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发布的这个资料库的数据啊 现阶段我国按购买率评价计算的人均GDP 大概是15000 就是国际元 相当于日本1975年 德国1971年的水平 那么在此后的16年 16年间 日本和德国呢 都经历了经济的中速增长 和快速升值的过程 就汇率快速升值的过程 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大幅上升 90年代中期啊 大概1995年左右 日本的人均GDP 曾经一度超过美国 那么在驱动收入增长的因素中 汇率的贡献 均明显超过实际增长贡献 其中德国的汇率升值贡献 达到三分之二 中国呢 现在已经进入大致相同的增长阶段 所以有关的经验呢 我们认为是需要认真的研究和借鉴 这个汇率变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从长期看 最重要的变量 是劳动生产率 或者说这个全要素生产率 就是我们说宽一点 而这两个指标呢 正是我们现在讲的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 当然日本德国当年汇率大幅升值 有特殊条件 国际环境呢 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对实现2035增长目标而言 两个条件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 能争取到的实际增速 必须要争取 第二 仅靠实际增速硬增长是不够的 立租点必须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上 由此带动汇率的合理升值 这正是 强调高质量发展 对实现2035增长目标的内在含义 假设 在到2035年之前啊 我们这个年均实际增速 4%到5 经济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的差额 和汇率升值之和 年均增长5%左右 那么到2035年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目标 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以往我们担忧较多的是追求不切实际的过高增长 不重视提高增长质量 但是从近期的情况看啊 刚才那个委民主任呢 也谈了这个稳增长的问题啊 我觉得这一点呢 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我觉得当前呢 需要强调的是 实际增速过低 对实现长期目标 也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重点要强调这个问题 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不去 也表现在会拉低全要素生产率 也就是说对增长的质核量都是不利的 2020年年初 这个政府提出的增长目标是5.5%左右 但因为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 今年一到三季度实际增速为3% 从近期经济走势看 全年达到5%的增速 应该说呢 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如果实现了 也是相当不错的结果 2020年和2021年 两年平均增速呢 是5.1% 加上2022年的3.5% 三年平均呢 是低于5%的 现阶段 我过的潜在增长水平 大概在5%到5.5%之间 也就是说 三年平均增速 低于潜在增长水平 那么我认为呢 我们现在 现在很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啊 就是实际增速 较长时间 低于潜在增速 会带来什么问题和后果 第一 劳动生产率 全要租生产率下降 固定投入一定的情况下 一定的情况下 产出减少 生产率必定下降 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使生产率提升 汇率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第二 中长期经济增长的 机制性损伤 疫情冲击过后 会出现反弹 有些丢掉的会补回来 但有些是补不回来的 而且会引起 机制性的损伤 比如订单丢了 供应链断了 原有的合同执行不了 应招的员工没有招收 导致经营和发展能力下降 更重要的是预期改变 中长期发展考虑的少了 由这种状态回到常态 实际上是需要较长时间的 我们看到有些封城 或者经磨后的城市 曾出现短期的反弹 但是不久增速再次下降 第三 就是新劳动能转换 受到冲击 出现减缓扭曲 甚至停滞后退 我国正处在转入 中速增长阶段的 新劳动能转换期 这个时候实际增速 低于潜在增速 将会增大 原本就有的困难和风险 从国际经验看 由中等收入阶段 上升到高收入阶段 在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 是一个特殊的 不稳定阶段 二战后 上百个经济体进入工业化 但在25年以上时间 保持7%增速的经济体 只有13个 大型经济体中 只有日本韩国 成功地进入高收入阶段 更多的国家 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典型的 有拉美的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等 亚洲的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 以及近年的俄罗斯 中国人均收入 刚过1万美元时 出现波动 需要引起警惕 能否尽快跨过高收入门槛 依然面临挑战 当务之急 是使经济增长 回到正常轨道 或合理区间 具体之说 就是实际增速 要达到潜在增速水平 最近随着 优化防疫政策20条 房地产金融16条 推动平台经济发展 等政策的出台和落地 有利条件正在增加 建议明年政府 应提出不低于 5%的增长目标 由于今年基数低 如果上半年 如果明年上半年 能够大步或全部 或全面 摆脱疫情冲击的影响 各项稳增长措施 落实到位 尤其是改革开放 加大力度 稳预期 稳信心 见到成效 实际增速 还可能更高一些 应力争 今明两年 平均增速 达到5%左右 这既是当下 稳增长的迫切要求 更是落实二十大精神 实现中国是现代化 长期增长目标 必须率先迈出的 关键步伐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